眼前熏化的这个男人是土耳其陆军突击队的队长 半个小时前 当他带领30名突击队员来到这个前哨战时 发现不仅哨兵在岗位上酣睡 连中尉对他们的到来也毫无察觉 这是一部在国外榜单高达8.5分 但却很少人看过的电影 1993年 位于土耳其东部边境的卡拉伯尔前哨战 常年处于武装冲突的前沿 根据情报 一个绰号名为医生的库尔德武装分子头目 正躲在山下 随时都可能冲上来把他们灭掉 为此 土耳其军方派出由米特队长带领的山地突击队前来支援他们 但就在他们来的途中 两名队员就被埋伏在山中的库尔德狙击手击毙 而此时 前哨战的势必没有丝毫防范意识 这让米特队长勃然大怒 很快 在和妻子的一次通话中 躲在山中的武装分子头目 利用电台插画 就给了米特队长一个下马威 表面镇定的队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让所有人写下了遗书 因为这些士兵在寻诺中随时可能丢掉姓名 面对长时间的战争环境和危机四伏的形势 使得这些年轻的士兵身心疲惫 有人从噩梦中惊醒 脱掉衣服确定自己没有中弹后 又倒头大睡 还有人出现严重的幻觉 把屋檐上流淌的冰水看成血水 甚至还有士兵在和家人通话后 气不成声 好在由于天气恶劣 山中的武装分子并未发动袭击 转眼间雪化冰箫 当米特队长第二次给妻子通话时 武装分子头目再次插画进来 面对挑衅 队长这次决定主动出击 他安排士兵在前哨战周边的石山里 寻找这些武装分子 在未发现这些人的踪迹后 他又带领了一个四人小队 埋伏在了他们之前遇袭的石山里 直到这天 两个黑影穿插在石山中 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其中一个武装分子当场被击毙 而这个人 正是之前伏击他们的库尔德狙击手 另一个受伤的女性武装人员 被带回了前哨战 在对他的审问中 队长并没有得到关于医生的信息 但他很清楚 这次伏击一定会激怒一声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对方何时袭击 以及有多少人 长时间的高度紧张 让很多士兵出现了幻觉 甚至由士兵计划阵亡后 宣献自己的器官 而此时的米特队长 对这场未知的袭击也毫无把握 他将遗书交给了自己的副官 如果自己阵亡 便让副官给到他的妻子 直到这天晚上 一个士兵趁队长睡着 来到了通讯房 他刚刚接通家人的电话 但下一秒 两名士兵当场阵亡 从黑暗中飞来的火箭弹 瞬间点燃到哨所 现场顿时火光冲天 枪声四起 队长大声呼喊着 让大家寻找武器 但这些从睡梦中惊醒的士兵 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猛了圈 面对四面飞来的子弹 他们趴在地上 毫无还手之力 而门外岗位上的两名士兵 也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 他们只能对着子弹飞来的方向 不乱扫射 没过多久 一枚火箭弹 就炸飞了他们 无赖的灯光 让哨所队的士兵 成为了武装分子的火把子 队长呼喊着 让人关掉屋外的发电机 一名队员冲到了门外 子弹仿佛与低一样向他袭来 他也随之被击中 好在发电机被关掉 两名士兵趁机来到了屋顶 发射了几枚照明弹 鼓勒的士兵 终于看清楚了敌人的位置 但面对人数优势的武装分子 在绝对火力的压制下 队员的反击也显得世故利宝 有士兵躲在角落哭泣 哀哀欲绝 还有人精神错乱 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处枪火之中 看到这种情况 躲在窗边的队长也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 一个库尔德武装分子 冲进了哨所里面 所有人下意识地扑倒在地 爆炸带来了伤害 让现场立刻安静地下来 站在窗边的队长也被震倒在地 面对即将冲进来的武装分子 他起身穿上的防弹衣 但这注定是一场利风之战 40名士兵所剩无几 而他和副官也被乱枪击中 这时 队长经理传来一声的声音 一个士兵冲了进来 可就在他给队长包扎伤口的时候 子弹击倒了他 此时 这场袭击似乎变成了医生和米特队长的私人战争 双方在队长机里针锋相对 但最终 这个绰号名为一声的库尔德武装分子头目 走到了米特队长的跟前 两人就这样死在了对方面前 这场持续一个小时的袭击也正式结束 而卡拉伯尔前哨战的40名士兵 最后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 这是一部典型的土耳其主旋律电影 同时它是一部建立在90年代 真实背景下的反战题材电影 影片中的卡拉伯尔前哨战 为土耳其常年发生冲突的东南部边境 他们对抗的不是别国人 而是在土耳其作为少数民族的库尔德人 本片有大部分时间都在讲述边境士兵的生活 以及他们面对战争时的内心写照 比较冗长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最后半个小时发生袭击时 给人感觉很震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本片的剪辑手法很犀利 第一次看可能会让你演化撩难 镜头切换较快 跳跃性较强 再加上里面还穿上了低微风格的拍摄镜头 特别是在最后半个小时里 这种淋漓的剪辑风格加紧张的配乐 将一个极度混乱 几乎成那屠杀现场的战斗场面呈现出来的时候 让人觉得很真实 代入感极强 这或许是这部电影能得到高分的原因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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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